69岁的安华今年2月被判入狱之后 火速提出要求检讨二度刚交罪程裁决的申请 大批媒体和安华的支持者今早就聚集在部城联邦法院外头 等待最终裁决 庭上出席临审的包括安华妻子拿杜斯里旺阿兹杀 女儿努鲁依杀 行动党事不爹国会议员郭肃沁 以及诚信党主席莫沙布等人 一旦司里祖基非礼为首的联邦法院五司宣读判辞时 指安华所列出的三大依据都毫无真评实据理由薄弱 因此决定驳回申请维持原判 这也意味着安华无法提早结束牢狱生活 一直到2018年刑满为止 安华律师团队所列明的三大依据 分别是首相署和联邦法院串谋 政务搜集和样本存在问题 以及总检查署主控官存有偏差和不公平之嫌 安华听取最终裁决后申请淡定 在庭内向记者重申自己是清白之外 也表示明白争取自由之路非常坎坷 但绝不延弃 同时强调这并不是末路 他将继续和律师团队探讨其他可行的法律途径 还自己一个公道 至于寻集是否会寻求国家元首特赦 安华则不愿多谈 报道空间杨丽莎布城报道 谢谢大家 我们先赞了 今天 谢谢观看